好 美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连这不只是民间乱 抢东西 抢零元购的iPhone 抢成一团 连这个政治圈都很乱 破天荒 昨天美国发生一件事情是说 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之前对台湾还蛮友好的 遭到了罢免 而且罢免他的提名人是谁 是自家的议员 我想问一下嘉明 这个史上破天荒的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遭到罢免 原因到底是什么 好 敏俊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美国当然两党政治 你说民主党跟共和党斗得很凶 这没有话讲 但是现在怎么连共和党内部 都开始往内互打了呢 大家看到麦卡锡 其实我们之前都知道他 因为他跟这个蔡英文总统 曾经见过面嘛 对不对 而且这真的也是美国的 这个第三把手 总统副总统 接下来就是众议院议长了嘛 不过就在这一次的 这个临时动议当中 他以216票对210票之差 竟然被罢免了 明君你刚讲的没错 这真的是破天荒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 过去只有两次被提名说 被提出说要罢免 但两次都没有成功 但这次竟然过关了 而且到底提出罢免的人是谁 原来就是这个人 他是共和党籍的佛州众议员 叫马特盖茨 那除了他之外 再加上7名共和党员 总共有8个共和党员 是对他投出不信任票 再加上刚刚讲 两党真的很凶嘛 对不对 所以包含还有208名的 民主党的议员 通通都投票 赞成我要罢免他 所以现在看起来 当然你是共和党 因为这个麦卡锡是共和党的 那我民主党不挺你很正常 可是怎么连共和党 自己人都不挺自己人呢 其实这件事情 跟在上个月底 9月30号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麦卡锡 他就联合民主党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执政的拜登是民主党的 所以联合民主党 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 我们现在讲到说 美国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联邦政府要关门 因为没有钱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麦卡锡 跟民主党一起联合 把这个拨款法案给通过了 那当然现在有钱 让政府可以继续运作 继续大概可以再运作个一个月 对 没错 所以现在公共党就觉得说 你这个背骨的 你这个叛徒 你怎么可以帮民主党呢 对不对 明年就要选举了 联邦政府如果没办法营运的话 不就凸显拜登的无能吗 是不是对我们选情更有利 那你怎么会去帮人家呢 好 所以这几个极右派的 保守派的 这几个议员就决定 我不相信麦卡锡了 所以就开始联合起来 对麦卡锡投出不信任票 那在刚开始 就讲了说你如果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那我们就要罢免你 当时麦卡锡老神窄窄 放马过来啦 你别没在怕 有信心觉得可以挺过 但是没想到 这次真的被罢免掉了 那现在很麻烦的事情是 大家会觉得说 这只是政党恶斗 但你要知道 众议院的规定 议事规则是说 如果现在没有议长的话 是不能够讨论议案的 所以等于说 所有的议案都停摆 对 现在众议院就变成是一个空转 那你知道众议院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忙着包含更新农业补贴计划 包含政府拨款法案 没办法继续了 都没办法继续了 还有包含你要不要继续对乌克兰 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等等 所以现在这些事情 通通都只能搁置 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现在后续也有针对 后续的议程来做一个时序表 包含他们10月10号要来讨论 那麦卡锡被罢免了 那谁要来接任呢 对不对 那另外在17号 在11号也要来票选新的议长 对 不过因为现在双方的势力差不多 要选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好那再加上马上燃眉知己 因为刚刚讲说临时破换法案 只能延后45天 所以到了11月17号 如果你没有办法再提出这个 支出的协调法案的话 美国政府又要关门了 那为什么讲说现在势力差不多 其实我们来看到 麦卡锡要当上这个议长 也很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共和党在众议院 总共是221席 那民主党的话是212席 所以其实差不多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有人跑票 那就很难产了 所以你看今天的音乐 光麦卡锡在投众议院议长的时候 经过15轮的表决 才投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 这过程当中角力非常的多 当初最反对他的是谁 就是这个盖茨 这家人也不提麦卡锡 对因为盖茨跟 麦卡锡也说 这个我自从要竞选攻击来 这盖茨一直都是反对我 都是我一个政台上面 最大的一个敌人 所以当时 这已经投票投太多轮了 所以当时麦卡锡做出 重大的让步 不然这样 你支持我 那我做出一些让步 包含降低议长 罢免的门槛 所以这一次 过去是要一个党团 要5个众议员 去提出说 我要罢免议长 才可以提出 但现在我降低门槛 你只要有一个议员提出 那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为什么盖茨一提出 临时动议 我要罢免议长 就可以真的来进行投票 就是因为当时 他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放开这个门槛 那这个盖茨是谁呢 其实我们知道 他是共和党 比较偏保守派的一个众议员 那也被大家发现说 其实他是最接近 最亲近 川普的共和党众议员了 你看当时在造势的场合 川普旁边是谁 就是盖茨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盖茨这时候 要把麦卡锡给铲除掉 其实有人在认为说 因为拜登 其实在10月2号的时候 因为这个金融诈欺的案件 出庭 那当时出庭的时候 这个川普就在讲了 讲说 这个检察官 詹姆斯 你是民主党的 你法官也是民主党的 所以你们根本不是真的 要来审理这个案件 你们只是要来影响 我2024的总统大选 就是非常针对性 对 所以那现在 好那你是不是要来针对 这个民主党来开刀 那现在谁最挺民主党呢 就是麦卡锡 所以盖茨是不是这样子 要来把麦卡锡拉掉的目的 就是要来帮川普出一口气呢 所以现在看起来 纷纷扰扰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这美国的国会两党恶斗 民众都看在野里 从上乱到下 不只是民众现在出门 在外担心人身安全 连议员现在走在路上都会被抢 对真的 现在通常政局差 你连在治安也不会太好 尤其现在美国经济 也状况不好 现在看到 现在真的是到太岁头上动土了 怎么这么说 这位是民主党 这美国民主党 他是众议员 他在这个距离 国会大厦1.6公里处不远 结果突然遭到三名持枪的抢匪 一过去就说 不要动 把身上的钱交出来 所以他只要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 包含他的车也都被开走了 你知道吗 车都被拿走了 你想想看 如果在台湾立法委员被持枪抢劫 何等的大事 非常大条 已经几年发生一次就不得了 这是今年第二件 第二个议员被抢 还不是第一个 而且第一个议员在今年2月份也很夸张 是持枪的歹徒直接跑到他的公寓里头 来洗劫他 来抢劫他 所以你知道现在 美国的治安已经插成这个样子 那另外在开车在路上 你有可能遇到什么 飞车的 警察的飞车追逐 明君你看这个画面 这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看一台红色的车子开在前面 结果后面那台车是警车 警车就赶快把它撞了 才有办法把它给燃停下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看这台车一路跑 就算被包夹了 没关系我走草皮 我要试着切到旁边的一个车道 我就是要落跑 所以后来警察包含 我去撞击你的车屁股 另外也包含后面两台警车 也赶到现场来支援 把他前后包奖才拦下来 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车上是两个少年 一个15岁一个14岁 他们在佛洛里达州这边 偷了一辆车子就跑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 治安插成这样 你甚至车子你抢了就跑 你就知道这个状况真的很可怕 明君你看这画面 像不像什么百货公司周年青 黑色星期五 一进来就冲 然后抢 都抢这些电视 没有 这个是在抢劫的一个过程 你看当时他们是打破了 这个店家的一个玻璃门之后 然后推开来 大家冲进去 能搬什么就搬什么 尤其要电视 前面你看到搬一台的 搬两台的 后面整个搬三台四台的 只要看到的通通都拿 这个是在废城东北部的一个超市 你看现在治安已经插成这样子 那另外很多店家想说 那我防盗总可以吧 我关起来不让你拿总可以吧 我加装这个锁总可以吧 塑胶柜把上锁总可以吧 但明俊你看这画面 真的叹为观子 你看你旁边货架都已经上锁了 你看这老兄在干嘛 他在做什么 他拿了一个喷枪 你用塑胶盒是不是 没关系我用喷枪 我把你给烧坏 我把你的锁给烧坏掉 我里头东西照样可以拿走 但是你看旁边 旁边可能讲电话报案 旁边那个女店员 他也不敢上前途 他只能打电话去报案 大家觉得说 那你就这样看着他抢 而且你看他这个东西抢完之后 离开前看到架子上 还有其他东西 日用品 我通通一起拿 反正我自备购物袋 购环保 我都东西拿了就走 那大家会想说 那这种事情这么多 你店员现在都在现场了 你为什么不阻止 对不对 好 明俊 告诉你 不阻止是有原因的 因为之前真的发生 很可怕的事情 来看到这个画面是在加州 你看一个加油站 一个便利商店里头 有一个人在偷东西 结果呢 店员去阻止他 对方不但不停 还朝他的头上 撒了这个打火机油 接着就点火 所以你看 你要去阻止 你可能要付出 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杂货店抢个小东西 需要伤害店员 到这种程度 那另外还有一个 是在亚裔超市 一个韩国的一个副店长 同样也是看到 有这个人 不断在偷东西 然后就是他要上去 去阻止 结果对方 掏出了一把刀 就直接朝他刺了过去 结果他的手筋 都被挑断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你说看到这种状况 尤其美国又是一个 枪支合法的国家 你要去阻止 你可能会付出生命危险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 真的在民间政治乱 那民间真的也很乱 大家零元购 抢的抢 那你要去阻止 也有可能会付出 相当大的代价 感觉美国民众 现在活得好像蛮辛苦的 对 确实没错 那其实另外 除了这个治安差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头痛的问题 现在也浮上台面了 明娟你看这个画面 这是在美国废城 废城的这一个 这个市区道路上面 你看这几个人 弯着腰好像定格 不要在干嘛 对不对 好奇怪 大家看到就把它拍下来 这几个人光天花之下 在干嘛 拍片嘛 是不是 那还是说 上尸电影嘛 对 是不是 很像那种上尸电影 大家都弯着腰 这样的行动很缓慢等等 那另外一个画面 你看整条街看过去 全部都是这种人 不是只有一个两个 你放眼望去 这些全部都是这样 弯着腰 然后精神很恍惚 然后一动也不动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到底怎么了 对不对 原来现在毒品的贩滥 非常非常的严重 他们都吸毒了 对 其实美国是全世界 毒品吸食国家 出口国最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吸毒 他们除了吸食毒品之外 他们还会再多加一个东西 到毒品里面 叫做甲本塞情 他这个东西 他其实原本是一个 大型动物的一个镇静剂 那为什么他要在毒品里面 夹这个东西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延长 毒品的一个效果 让你觉得这种飘飘然的感觉 可以维持久一点点 但是他就会让这些 你看画面上这样 他就呈现一个弯腰 然后感觉很精神 很恍惚的状况 这也是一个治安的死角 对 没错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真的吸毒上瘾的话 你没有钱买毒 你怎么办 你去抢 因为我也没工作 你去抢 那为什么治安会这么差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 吸食你只是延长 这个作用的时间而已 没有 它还会导致你看 意识上是刚刚看到这样 对不对 还有皮肤溃烂 而且最近有越来越多人 他都是因为吸食毒品 吸食这种大型的镇定剂 结果后来就丧命了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这个东西 连带到包含相关的一些抢案 现在美国真的从政局乱 治安乱 现在包含走在路上 你可能都要小心 这些吸毒贩 带到包含相不漏啊